在2022的欧战年里面 任何区域安全跟稳定被破坏 全球都关注 现在欧战持续 乌克兰的无人机部队 过去五个月有坚强的战力 它让俄军损失惨重 这让乌克兰的无人机操作员 成为俄军追杀的对象 双方都展开无人机的大作战 俄罗斯 由乌克兰的军方眼中看起来 它反制无人机的技术已经进步很多 导致乌克兰无人机要执行任务 相对越来越困难 两军在牵制软体上互相缠斗 另外美国参院 周四以95票同意 轻松跨过三分之二的门槛 让飞联和瑞典加入北约 乌克兰的无人机部队人员 躲藏在树林中 与俄罗斯展开无人机攻防战 我们走过森 因为他们害怕 我们可能被俄罗斯的架子 这是他们的方法 无人机部队负责侦察 俄军动向 然后再将坐标位置传给炮兵部队进行攻击 不过现在执行任务越来越困难 因为俄军反制的技术也大有精进 像是刚刚才升空的无人机就遭到俄军破坏 必须更换零件才能再升空 修复后的无人机才刚起飞就直直撞上了大树 看来故障并没有排除 还得再接再厉 不过上个星期 他们就成功躲避俄罗斯的反制 摧毁了不少敌军坦克 无人机战斗是一场科技战 两军是用软体来缠斗 过去五个多月来 乌克兰无人机发挥强大战力 让俄罗斯损失惨重 因此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和狙击手 都成了俄国坠杀的目标 乌克兰国防部计划 扩大无人机战力 增加操作人员的训练 民间还有自愿军 自掏腰包买无人机 提供训练课程 目前乌克兰已经有 两千名无人机操作员 他们至少受过一个月的训练 而且个个都是高手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边境 近日也不平静 白俄罗斯境内的俄军 以炮弹攻击乌国边境城镇 白俄罗斯是俄罗斯的盟友 还协助俄军入侵乌克兰 原本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 关系友好 现在也形同陌路 乌军炸断两国间的桥梁 防止俄军入侵 为了提防俄罗斯侵略的野心 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组织 周四美国参议院表决 以95票轻松跨过三分之二门槛 同意两国加入北约 要获得北约的安全防护 芬兰和瑞典必须等到 30个成员国的国会完成同意表决 之前加拿大 德国 意大利都已经通过 估计还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走完程序 TVBS新闻综合报道